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与认识 什么叫做训练ChipGPP 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一定会使用Word 那Word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去做文书排版这件事情 可是对于文字创作 我一直希望这是我主要希望提升的 那是否刚好借由ChipGPP 它自动生成的一个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大幅去创造出来 就是在我认知里面是容易阅读的内容跟理解的内容 那要达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 可是我已经看到了可以借由训练达到这件事 接下来 接下来 我要强调的是训练 各位 如何训练ChipGPP呢 例如说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它已经帮我们生成 生成这样子的内容已经符合了就是学者研究这个议题的逻辑性 这个写出来的内容 我觉得不是胡说八道 而是这是前人的智慧 那我们再来去看每一句话其实它都存在问题 它都会把大家好像当作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去看待 他会认为说你可以去科普 你大概就会了解我不用再做深入的介绍 所以产生的这种文字结构会让领域外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 我现在就举他讲的第一句 结果变成已成为我们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前面应该会有这个时代 最严峻的挑战应该有一什么什么 二什么什么 三气候变迁 四经济发展 五什么什么 六什么什么 七什么什么 然后气候变迁已成为我们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讲才对 至少我目前我看到 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 像罗琳为什么可以靠文字创作 它就可以成为世界的那个富比式其中之一 为什么 有些人真的写文章 他会慢慢的引导你进入到他的脑海里面 所要告诉你的故事情节 那个一步一步而且是很合逻辑 我不晓得各位理不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我现在我就要训练我的机器人 他去帮我改写 改写成这样子的内容 我就要开始针对逐段来去修改 举例来说 我就会告诉他说 那个请修改 断路 要先要先说 有哪些时代挑战 例如五项 例如五项 然后再 气候变迁是挑战之一 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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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逻辑 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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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断 弱 可以吗 好 而且举例 就是最 最大挑战的五项 例如 最 大 挑 战 的五项 当然要包括气候变迁 在我们守处的时代 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 包含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日益扩大的资源短缺 不断加剧的生态环境破坏 不平等 现象的加剧 以及科技快速演进 所带来的社会转型 对不起 变形跟转型 我觉得他用的词还还蛮不错的 然而在这个挑战中 气候变迁无疑是其中最为严重的挑战之一 对生态影响 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改法 这一句话 有没有写得更好 有听得懂吗 还是你们不以为然 可不可以了解我现在告诉你的事情 所以这就叫训练 因为他本来写出来的话 你觉得全部都对吗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 他这边不是告诉我说有五项 对不对 他没有筛论文出处 对吧 他既然已经有道理 代表真的有这一件事 那既然有这件事 你不能空口说白话 尤其在学术论文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请他直接把相关的reference告诉我们 同意吗 好 所以 既然有 至少你们现在出现的内容应该就会差不多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要不要去试试看 就是复制我刚刚那句话 然后在你们的TripGPT 然后去看他跑出来什么内容 是不是跟我现在跑出来的差不多 那我现在我希望说 你今天说话不能无凭无据 你说气候变迁是最严重之一 就是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我现在在训练机器人在想这件事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因为我在灭 因为我在灭 我在那个 其实我觉得了 你知道那个被训练的过程多痛苦吗 我十年只为了写这一篇论文 这样理解吗 后来 后来 我就 我的心得 我的心得 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很好地告诉你 我如何去训练机器 这样理解 方便他去帮我写出一个不错的文章 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就是说 你要知道怎么训练他 这才是名上这门课的重点 希望你理解 理解 原来是这样子去训练 Trip GPT 好 你看哦 既然 既然在这边 那个既然 有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12345 等五项 举例 请标示出处 或 reference 以增加内容的可信度 其实还有专业性 对吧 我们在写 不管你在写研究计划 你在写报告 没有reference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他加了这样子的内容 请问你一看就觉得专业多了吧 我们所属的时代 面临了众多严峻的挑战 这些挑战已经广泛讨论 并得到了专业研究的支持 例如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好 所以他在这边 所以他在这边 他就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简略的讲解 气候变迁这件事 而且 而且在这后面 后面 是不是就有解释到 气候变迁 他 他 就是阐述了 气候变迁的科学基础 和影响 并得到了 全球科学界的管办认同 请问 原本只有一句 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现在改成这样子的内容 请问有没有更容易让人解读 有没有更专业 有没有更可信 有没有文字更多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拜托我们一定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不要再去写这样子的文章了 什么 什么 什么全球 包括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请问 他的挑战在哪里 不知道 对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我要真的告诉你们的重点 所以 在我们所处的 我要一直复制 好 那对了 那当然解答 请问 气候变迁的挑战在哪里 他这边 他这边是不是就有讲说 好 如果你要去看气候变迁的影响 请看参考一 听得懂吗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个挑战 这个挑战 反正不是我先说的 是别人说的 这样 这就是我们学界标准的使用方法 其实不是只有学界 其实你不觉得吗 大家都应该是这样子来去创作文章 对吧 好 我真的希望 我还要再举几个例子 好 那 我其实觉得这样子的内容就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好 他这边已经举了 一二三 三个 不断生态被破坏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生态 什么什么 好 哇 你看他这边 有八个 九个参考 综合来看 上述这些挑战 在学术界和国际机构的研究中 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支持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并采取行动 以应对这些挑战并 实现气候变迁与经济发展之平衡 可是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真正你在写这样子的文章的时候 本来他是 我要先复制了 对不起 这个参考论文我要直接贴给你 我的其实最后一定会有reference 然后你看当我贴上的时候 复制贴上 很单纯贴上 他其实是用表格的方式贴上去 记得一定要把它改成这个 只保留文字 我只要他的文字 像例如说这是1 这是1 然后这应该是2 你只会推这是3 我不晓得各位 因为我们虽然不用去交到 note的使用 就是这些reference 其实都可以再去编排 看你是要用APA的方式 还是用什么指定的方式来去做编排 那只是按几个按钮 它就产生了 那也是另外一个 各位必须要去学的一个 叫做论文的reference 参考文献管理 好 这是5 以此类推 6 7 8 9 好 那因为我现在没有用那个文献参考的工具 所以我先稍微把它编排一下 可是我现在重点是要把刚刚的这一段话 复制贴过来 前面的这一段话 请问一下 我要修改这一段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给了我一堆 好 你知道谁是主人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们的思想应该是不受机器的控制 所以请问原文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我先标示出来 然后现在他提供给我这么长一段 请问我应该要怎么样去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可能我们就会改写 因为在论文里面不会写这么口语化 所以例如说 那个此时都有可能 然后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 这些挑战已经被管办讨论 并得到了专业的支持 例如 像123 好 删掉 这个此外就不用了 因为这边已经有两件事了 不断加剧的生态 生态专家 在不平等现象 不平等现象加剧 世界 社会不平等程度 6 6 7 哇 他这里面 就是全部都在解释 我刚刚问的第一件事 5个例子 所以既然有这么多 那我可能会再把 这5个 如果这5个都很重要 那我就会留着 然后接下来 剪下 贴在这边 贴上 可以吗 这一段 你有没有发现 你觉得原本这样子的写法 原本这样子的写法 就是 再加下面这一段 现在改成 这个黄色加后面 你觉得会不会比较好 有没有觉得 他因为被训练过 然后得到比较专业 还有 我们去把我们的想法 去告诉别人 好了 那可是我想 我想请问 我想请问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做一个 学术研究 这个时候 请问你是不是要去读这9篇论文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例如说 你至少要求证一件事 求证这9件事 例如说 第一篇论文 是不是在讲 这个气候变迁 然后气候变迁 他这边 我觉得 他讲的是 就是他的 气候变迁的科学基础 和研究 我觉得为什么不把它 和影响 为什么不把影响 就直接告诉我们 它影响了什么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 这一篇论文了 这一篇论文就在这里 然后复制 贴上 这一篇 它其实是一个报告书 它其实是一个 像一个网站的一个report 就是这个IPCC的report 然后在他的 也许是AR6 这一个集里面 去说明了这一件事情 所以变成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读 他这边去描述说 什么影响 直接 我个人是比较希望说 把那个直接的影响 到什么 直接讲出来 这样会比较好 不要再去 请别人 再去 例如说 例如说 造成 气候变迁 造成 贫富差距 扩大的影响 你都可以直接讲 例如说 气候变迁 造成 我们的 就是 二氧化碳 增加 碳排放 增加 增加 的影响 都可以 直接讲出来 会比较好 好 那 我的意思就是 是说 这个 这边其实可能 就会有答案了 有兴趣 各位自己再去看 这里面应该可能就会有这个答案 各位应该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看一下 例如说 它的 influence 这个单字 还有 impact 类似像这些的内容吧 好 你们有兴趣 你们自己再去看 我认为说 这样子的写法 还不是很好 给你们参考 就是 我刚刚 我的意思是要讲说 在这个地方 他既然讲那个 科学基础 和影响 那 影响什么 为什么不就直接实际讲出来 一两个实际例子都可以 比如说 影响到 碳排放 增加 或者是说 我们的 什么pm10 那个 指数上升 之类的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再去看 他的 我举的第二个例子 在这个背景下 如何 协调气候变迁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好 请问一下 这是机器的想法 他说 我们知道有这些 这些挑战 对不对 我们知道有这些严峻的挑战 然后 我们如何协调 我觉得协调 这个用词就不是很好 如何控制气候变迁 而且 而且要让经济发展 持续增加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成为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重要议题 那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 我认为 没有介绍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就是前面讲了很多 很多 至少在这边 是不是应该提一下 在这个气候变迁 这一个严峻挑战下 我们同时 是不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性 经济发展 为什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一定要经济发展 对不对 我没有讲这件事 所以 所以 我会请他这样改写 就是 在 这个段落前 各位可以理解 因为机器的想法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想要去知道 他这样拼凑出来的那个想法 可是 我觉得我现在讲是何逻辑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经济的发展 经济之间的发展 它重不重要 它很重要 那 气候又要 又在变迁 经济又要发展 所以这之间 我们可能会遭遇的 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才会凸显 那 所以我这边少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可以了解吗 可是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很多人不会去想这件事 各位请问一下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其实 你回家 你要自己去思考 也许我的逻辑 决定我写出文章的内容 对不对 在 这个 在一段话之前 段落前 请先说明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对吧 你们可不可以了解 所以我在修改 它的整个逻辑 好 那假设我觉得 它这个时候 它这个时候 表达的意识 好与不好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判断 经济的持续增长 持续发展 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善生活水平 并促进 并促进科技创新 满意 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好 你可以点这个 regenerate 就是请它再重新产生 好 你 你会发现 重新产生多按几次之后 会得到 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好 你看 你觉得现在所写的 有比刚刚好吗 因为其实线上朋友 还蛮多的 其实蛮想要跟线上的朋友 互动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好了 它这边是说 经济发展会促进 生活水平提升 通过创造就业机会 这跟刚刚写的内容很像 然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随着全球面临气候 不过我感觉 它这边语气转折不够 不是很好 但至少 至少我们在写文章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起层转合的重要性 好 在接下来再请它重新产生 或者是你可以给它一个评价 例如说 Worth更糟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经济发展被普遍认识为 国家和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 经济的成大不仅直接关系 也影响国家创造就业 然而在经济发展 我们也面称到气候运行年轻 在 我觉得这一段写得还不错 我要这一段 这一段文字 我就用这个 这个按钮 其实它是copy code 也就是复制这个叫代码 复制里面生成出来的一个回答内容 去改变后面这一段蓝色 好 你看一下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你觉得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协调气候 变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它现在讲这一句话 可是它却没有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容 它应该要搬到这个地方来讲 也就是要先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然后可是这就是我们在抉择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也遭遇到气候变迁严峻挑战 这个挑战对我们的环境和社会 造成了持续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 如何协调气候变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成为了我们必须面临的重要议题 所以我觉得它的顺序 应该是这个样子会比较合适 所以我就把这些段落给删掉了 好 那请问 接下来 因为这是学术论文 或者是你在写计划 你不应该是把 就是 把它写得落落长 所以 例如说 去修改 这个时候 你就要精简的去修改了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例如说这个时代 或者是 现在是21世纪 面与了众多严峻挑战 包括 包括 包括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可以吗 因为那些都是罪词 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只是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花时间来去深入介绍 因为这不叫训练 请问 如果你成功的训练机器人 到时候也会得到这样子的内容 你只要下什么 好 我不晓得这样教好还是不好 但是 但是 这是机器人做得到的 请精简 内容 但要更符合专业 因为既然是机器人 你精简 你是不是可以丢给他 好 21世纪 面临全球性的挑战 包括 那既然是精简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首先 首先 你要知道 reference 不能减少 不能减少 对reference 绝对是重点 所以你去看 123 45 67 89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 1 它怎么精简 1 2 1 1 是这边 本来是不是有差不多两行半 记得住吗 好 我还是快说念一次 全球性的气候变迁国际政治 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 已经详细队 已经详细阐述了气候变迁的科学基础和研究 并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管办认同 好 那 你看它怎么精简 它精简在这边 不对 在这边 它精简到这边 气候变迁已被国际政府间气候变迁 这没有改变 科学基础报告所确立 它只说 它把后面这句话 它把后面这句话变成 确立 听得懂吗 也就是它只留这个认同 我们想要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这是机器的改法 但是 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做到精简 它讲的是事实 可以听得懂吗 请你一定要慢慢开始 你是主人 你要去训练你的机器人 所以你要知道它怎么做这件事 可以吗 请问你觉得这样子改法好不好 我觉得还不错 至少它确实达到了法文字精简 而且在这边前面 123456789 再来就是它经济发展 它是不是也提到它的重要性 可是 可是这边用了一个然额 这就是我们在讲起成转和 这个然额就开始讲和了 可以吗 这个 这个其实我这边只用了起 然后气候变迁的重要性是成 再来经济发展也是成 可以吗 那然额呢 开始是和 好 所以我把这一段文字复制贴到这个地方 我就把前面这整个段落 我等一下再删 我先贴到这边 用文字 纯文字的方式贴上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现在经由这样子的改法 其实这里面我还是希望改成你自己的逻辑思考 什么叫你自己的逻辑思考 举例来说 你写文章 你会不会写什么 21世纪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 包括气候变迁 资源短缺 生态环境破坏 不平等现象加剧 以及 其实他讲这个不平等 好像是在讲类似像贫富差距 以及科技快速演进等 好 那像例如说 气候变迁已被国际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科学基础报告所确立 也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气候变迁这件事真的已经存在了 好 那我们再怎么样把自己的想法把它加进去 应该是你要就文字组合的调整 这就是我最后希望你们做到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那请问你是不是有机会去写出 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的内容 而不是机器的想法 再来 我想请你们稍微知道 ChipGPT它的翻译做得还不错 所以直接翻译 那在翻译的时候 在翻译的时候 我可能就 因为大家翻出来的结果 基本上应该都不会差很多 好 你们可以去挑战一下 例如说 我就以这一段复制 然后贴到ChipGPT 翻译成英文 然后这个内容 把它mark起来 好 那请问一下 你要如何让翻译做得更好 那你要下条件 各位我想大家应该理解 为什么要做翻译 这个国际论文 是为了促进全球的交流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翻译成 例如说英文 但是翻译考验者是 笔着它的英文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这个ChipGPT 它所使用的是 这个叫做Open Grammarly Grammarly它其实是收费轮替 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它就会有出现说 哪些是不用钱的 可是它有更好的建议 那是要花钱的 差不多它的费用就是一个月 可能是缴10块15块美金 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翻译成英文 那我要它翻译得更好 所以我一定会在后面 请确保是最好的难以结果 而且而且要让专家以为是母语 英文母语的人撰写结果 撰写出来的英文 反正你就提要求嘛 对不对 再来 专业性 论文 论文 专业 翻译 以 英文 作 论文专业翻译 好 那再来我还有一个小paypal 像例如说 例如说各位像这几个 这几个词 这几个词 像例如说好了 也许别的国家它在用那个 因为我也不知道它这个短缺它会用什么 这个词 那短缺太多词了 所以我会 我这是我个人建议了 建议是最好是要告诉它 标准的那个使用法 就是它的原名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否则的话你把人家这个 这个专有名词 假设它不是用lake 这边看起来它不是用lake 然后你刻意就是要给它用lake 说明它会这样翻译出来 所以为了不要让它有这样子的错误发生 所以我们先去搜寻一下 原名 其实前面有lake 然后请这样子来去呈现 就好 就是 就是英文 英文它的全名是这样子 全名它是这样子来去呈现的 就是国际能源署 这是它的专有名词 所以你要先把全名写出来 然后缩写写在后面 像这个 国际政府兼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PCC 这个 必须要请各位知道的原名 的英文 可以吗 那剩下我就不做了 因为时间有关系 我们看要准备下课了 好了 请问一下 如果你根本就看不懂英文 你觉得他翻译的好或不好 你看得懂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 如果主人没有见识能力 判断能力 那你就只能被他鼻子牵着走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这也是我特别特别要告诉你的 可以吗 好 那 但是 请问 他会不会有文法的问题 绝对不会 他这边 他这边居然没有任何建议 想要帮他行销 好 我先复制 复制了 然后 接下来 因为我想 我翻译出来 跟你们翻译出来 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直接贴在这边 再等我三分钟 请问一下 我们英文不好 我们该怎么去检验他 这是最后我想要 我想要教你们的一件事 难道就不检验了吗 还是要检验吧 怎么检验 教育 教育 我有更好的方法 教育没有错误 在 grammar 他检查没有文法的错误 对吧 所以你教育还是没有错误 我真的不骗你 我有更好的方法 有没有人在提 没有我就要讲答案了 因为大家都肚子饿了 再翻译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看看那个意思有没有改变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能不做训练 你今天上完我的课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我要开始训练我的机器人 你只要越成功的训练他 他会慢慢的帮你做出 贴近你的想法的事情 听得懂我的意思 但是你一定要训练 包含我现在的验证 我都在训练 可以吗 我就会把说 他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的结果 来去比比看 会比吗 连比都不要 都要用它来训练 你就把原本的中文 跟现在翻译 英文翻译的中文 放在一起 比比看 请告诉我 这两个段落有没有差别 有听懂吗 好 所以你觉得 我现在这个方法 会不会比比较 会不会感觉更好 这样理解 记得 你一定要 记得 就是训练 chip gt 这样的使用方式 就不会有错 你也不用去担心 我写材文字 会不会 这会不会是别人已经写过的 我可以非常肯定告诉你 这些都是别人写的 因为别人有写 我才会有参考 不是吗 但是这本来就是人家写的 然后我正确的引诱 这不是抄袭 这样理解 或者是我们这样讲 变成合法的抄袭 这样理解 抄袭我觉得 我对他的一个定义是 从头到尾 例如说有10% 30%的一个相似 不是相似 相同 是因为我离开这边了 所以我只能最后 在今天课程上午的时候 先告一个段落 首先请各位 听完我的课 主要我上午都停留在训练TRAP GPP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你可以透过TRAP GPP生成 可是你一定要先了解科学研究的逻辑 然后把这些文章内容逐步的来去经过训练 例如说增加 例如说增加reference 还有如果在做翻译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那个专有名词的全名 以及缩写都要告诉机器人 再来就是做完每一个步骤 你都要去想这个内容 例如说他找出来的reference 未必是正确的 你一定要check 一定要去验证 翻译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真的是最好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英文不好 没关系 你就再翻译 然后请他去把原本的中文 以及翻译后的中文做比较 他都会告诉你 哪里相同 哪一个的原文表达比较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一件事 我们在训练TRAP GPP 帮助我们做好 现在手头上的办公室 你做到自动应用 这个 这些 为什么 什么